這張是1953年在廣州月秀山拍攝的相片, 相片裡四十多人都是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七軍政治部長江京劇團的成員, 他們剛剛從抗美援朝的戰場演出歸來。 到了廣州,他們接到通知要集體轉業,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其中也包括團中四小鬼之一的趙軍。 集團一個人不能上,集體轉業,轉地方,那時候思想不通。 轉到地方以後我們是,好像是53年的十幾月份, 好像是五月份吧還是八月份呢,我忘了,好像是八月份,五月是吧。 我們那時候住在哪兒?住在那個月秀山體育場,在那兒。 所以就集體轉業了,有這麼個集體轉業,轉到地方了。 我的學侯戲呢,其實我原來我也沒有到過戲劇學校,都是劇團培養。 劇團培養後來我就拜誰呢?拜那個韓雲峰。 韓雲峰是我們劇團的五生嘛,我就拜他。 拜他呢,我這個人呢有點不太願意學啊。 其實我那個老師對我多好啊。 他演完了以後,我那都是在倒天地裡演多累啊。 啊,完了以後,吃完了夜餐,領著我到公園,給我拿個棍,叫我學探裝。 我是憑著興趣的,好不好?我就老想當兵,不想轉業。 完了以後呢,他說你不好學,那我就不教你了。 但是我的老師對我太好。 一個偶然的機會,趙君接觸到,有藍喉皇之親的京劇名家鄭發祥的表演。 從此,他對喉氣就準備了。 他說這個喉啊,你不能這樣。這樣就小喉了。 這是小喉。他說這個喉的這個手,這個蛋汁都不能用。 你得這樣。你亮相一點。他得這樣。你這才能像大火。 喊四句詩。 喊五句,大、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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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驅蚩。萬里。 那拿棍兒、怨風 dead。 保父、師父。你看。 上、西、天。 他這個動作,才來,才來,用棍兒,突欲,我山,刻,兇血,因此,來求,換棍兒,來求,換棍兒,鐵,扇,血,就這四句子 這個猴啊,他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演法,你看六小零零他演的很活,你知道吧,他演的很活,他也不是完全都是小猴,他還是有點,可能因為拍電視嘛,但是我就知道他們出手拿的好 就過去啊,你說,鬧天宮啊,挑刀啊,什麼什麼,什麼頂層啊,這什麼,那他們這個就,就是他們的,打得比較好 你像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鄭先生的猴呢,他打的東西呢,就比較,那個人,伸縮性的,從這個上走,哎,哎,這樣 現在走不到位了,你知道嗎,走到位的話,現在不行了,今天七十三了 1986年,廣州京劇團解散,那一年,趙君四十八歲 如今,這個位於水陰四橫路十一號的大院,只是剩下這一塊,廣京藝院的名牌,勝在著當年的輝煌 今年,趙君七十三歲了 哎呀,人家孫悟空,取經十四年,人家都成了正果了 好,我這來了廣東,快五十年,五十多年了,京劇也沒有了,沒事做點道具也挺好的 是吧,這個省得悶得好,人家成其正果了,我這成了什麼了,八十一難嘛 我這可能還不夠,還差幾難,九九歸一,九九歸一,那時候呢,牙腿一蹬,那一蹬,那就差不多了 什麼也算上天了吧 看過了以上的精彩內容,等回來會有今個星期新鮮而立的 魚曬步